我拉會這種時候說 我覺得這女生不好 因為她沒有跟我打招呼 跟妳的互動 我覺得也就OK 結果沒想到過敏多久 結果就被奮鬆 只有那種訊息 兩個小時 趕快回來 說她剛剛有事在忙 因為她是渣男 我常常跟她說 欸有這個男生 然後想說 我這個好醜 你們好壞 哈囉 歡迎收看 我是小雲 歡迎收看 我是小雅 我是小雅 還沒記得過你當男朋友 也想跟妳的事 還想說 因為妳說今天的主業 會讓妳想到什麼時間 母親節 現在母親節禮物 什麼被送媽媽什麼東西 媽媽準備 因為其實第一禮物 我媽應該都在紅包 那我 乾淨乾吧 女兒 什麼 妳不是說母親節 天理會跟家裡放 可以比較往狀況嗎 會 因為如果男朋友 或者是比較好的朋友 我爸爸其實大概都會遇到 你也是 我就是熟悉都想要跟她分享 我也是 然後媽媽都不想聽了 可以不要講了嗎 今天就來問問看大學生 會不會跟家人抱被交往狀況嗎 抱 哈囉 想問一下母親 媽媽會不會影響妳的內容 對 可是她不會跟妳們分享一些 過往景點嗎 她有過景點 可是她不感覺她沒有影響 可是她不感覺她沒有影響 對我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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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會比較不喜歡解景點嗎 感覺她們會比較幼稚 不是太會跟妳們分享 她會跟妳們分享一下 跟妳們分享一下 不會 不會 就是她講應該 妳會想吃她 在逃走 我個人是沒有啦 但是我曾經悟悟到 我媽是因為我想到的家裡 我有哥哥 她過分的時候 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跟我媽見到面的時候 我媽會跟我哥說 我覺得這女生不太好 因為她沒有跟我打招呼 跟你的互動 我覺得也很不OK 結果沒想到過敏多久 我哥就被分手 而且還被 那女生會在她們搬上 散布一些 不實的了解 沒錯 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媽害怕 不會 她只有一直拍到她們親吻 她說 妳也會這樣 看亮點 不要小心走之後 她就要搞生活習慣好 因為她覺得我爸的環境 有什麼事 說高中 對 高中的時候 她之前都說不能教 然後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 屁 她吃牛奶生 可以啊 然後那時候剛好 交一個男朋友 有一天我就跟她說 我交男朋友了 然後她就 會瘦 哈哈哈哈 她表現得太長 是因為她自己練舞 不會 會啊 會啊 不會 不會 就是可能 要找一個 笑順 騙的 然後我會常常跟她說 欸有這個男子 然後她想說 喔這個好醜 你們好壞 媽媽的功夫是很難手欸 因為我跟我媽媽 一直要生氣了 所以我媽 其實她就這樣 她就這樣 她就這樣 如果媽媽不喜歡 是因為女朋友的話 你會怎麼 早晚帶回家吃 早晚帶出去餐廳吃 距離產生沒法 很難過 現在第二次 有時候 有時候 你不講他會 所以就先 你要講到 中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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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還是思考一下說 我媽講的 到底有沒有 在判到說 如果真的覺得 她可以拿這個價錢 然後 中立課堂 雙方可以熟悉的點 中立課堂 她不像她男人 她真的就 可以改 然後可能 麻煩哪些可以稍微 可惜一下 這有錯 對 對 對 因為我對象還是我的女生 太多了 先信自己寫 在訪念她的時候 她會去管當女生 因為要送貨 因為要送貨 然後 我覺得我媽回過來 她就會叫我看你飯 因為先有男朋友 所以 如果我喜歡 媽媽 那假如你們知道 然後當著她嗎 你們會想要解釋 別人 謝謝你 哈囉大家好 你生活上有什麼 遇到的愛情煩惱嗎 或是你在感情上 有遇到什麼 難題沒有辦法解決嗎 我們一起來幫你解決 然後給你一些 小小小小的建議 歡迎到 鬧大學的臉書粉絲專頁 視訊我們 內容寫下 聽觀測站 然後寫下 你的生活難題 或是你想要分享的故事 最後再符上你的綽號 我們會在每次 觀測站的最後 或有信箱子先挑選兩篇 來做回覆喔 歡迎大家到鬧大學 粉絲專頁視訊我們 好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謝謝你們 掰掰 就那種信息兩個小時 想要回 然後說她剛剛有事 在忙的時候 就是渣奶 丟家幾個就知道了 因為妳會跟她說 媽媽還可以嗎 帶回來給我們認識嗎 那妳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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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來給她建議 妳不要讓她自己摸索 她自己可以看到 對 放手去愛 不要太早 國中的時候 那如果妳的小孩子 國中的時候就說 媽我超愛她 我想要永遠跟她在一起 媽媽 不會傻眼 我會讓她試試看 如果妳現在有小孩子 要問說要怎麼看男人的時候 妳們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再添少一點 緩不回事 緩不回 也是一個標準 我們為什麼先 因為我們才會看男人 比較快樂嗎 不要為了對方 我們簽就 我覺得就滿趕快 因為有時候 他不懂得如果談戀愛 會覺得 先用四五條件的步驟 對 沒錯 那妳們今天五七千 有問嗎 還沒五夜 還沒五夜 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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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請吃個飯 變成了 還是妳剛才想辦法吃 這個飯 這個看就好 這個就要看就好 有想法要買蛋 有想法要買蛋 然後要全家一點確診 後面想到 我剛剛頂的 我剛剛才知道 我剛剛才知道 其實沒有 我媽在旁邊吃 沒有 我媽剛生日 我還特別從台北跑下去 找她吃飯 你們家做什麼 我中藝人 這滿近的啊 所以妳還特地跑下去 跟她吃飯 我在高雄嘛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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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又被騙了 謝謝妳一直陪我 也不用給我家 就是我們聊過之後 妳也會給妳一些補典 算謝謝妳 在裡面 因為妳拿去補典 妳拿去補典 妳拿去補典 喂 妳看我嗎 對啊 我喔 是跑完的啊 對啊 喔 輕鬆啦 喔 輕鬆啦 好 咪咪 咪 跟妳說 好 愛妳喔 好 我知道妳愛我 好啦 愛妳 我幹嘛 對啊 就愛妳 喔 好 再見 拜拜 嘿 好啦 拜拜 好 拜拜 這樣好甜喔 妳們家家怎麼都是這樣 感覺太好了吧 我反正就會說愛妳 我會啦 喂 沒有 妳在忙嗎 妳在忙嗎 妳在忙吃飯嗎 吃什麼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是不是 啊 妳要聽好欸 我覺得就講一次而已 好 愛妳 我愛妳 我愛妳 妳給我更多錢的話 我會更愛妳 哈哈哈哈 是 要先吃起來 吃起來 還吃起來好像餓 好了好了 twee 拜拜 喔 好可愛欸 聽你 沒有 我剛剛請在忙 我會回來 對 妳媽其實聽起來很爽 沒有嗎 會嗎 妳現在有空嗎 會嗎 會嗎 我現在在路上被抓到 要擦一個YouTuber 因為舞金節快到了 所以他們要我打電話給妳跟妳說我愛妳 我愛你 我愛你 呵呵呵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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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掰掰 謝謝 最後還對他講謝謝 真的是超自私的 真的自私我嗎 喂嗎 母親節快到了 就 跟妳說一下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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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呵呵 對 呵呵呵 呵呵 我愛你 好 我愛你 好 好 掰掰 欸我覺得就是 他講我愛你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很沉重的 我愛嗎 我愛你 哈哈 其實還蠻緊張的啦 喂 喂 媽 我愛你 喂 你有聽到我跟妳講什麼嗎 有啊 然後呢 有沒有話 你想說嗎 有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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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那妳不消息 拜拜 我還會回聲什麼 我也愛你 之類的 大 我來消息 喂妳好 媽媽我愛妳 我來跟妳說我愛媽 哈哈哈哈 妳在沒事妳都會出怪 怎麼都會出怪 我現在做一個街坊 然後他叫我跟妳說我愛妳 這樣 喔是這樣子啊 對啊 妳要跟其他人 say hello 阿姨好 妳好 妳好妳是誰 我是街坊的主持人 阿姨我愛妳 呵呵呵 我也愛妳 欸可愛我不愛你 欸妳為什麼不愛我 親節阿姨 再見 母親節快樂 好可愛喔 她愛我欸 好可愛喔 又是冷冷的一間 今天單位下來 其實大家可能 家裡都對妳 特別的限制 點多就是 媽媽會跟她分享一些經驗 然後把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帶回去的時候 也很建議這樣 然後其實在下一代有才做 滿開放鬥的時候 幫她自己去試試看 對啊 因為真的要錯誤之後 妳才會知道 為什麼媽媽會這樣 然後單位啊 妳先講好像就是要 妳跟妳吃飯 就是很紅這樣 我跟我自己就在想說 一些雙手的影片 就是我媽有看上一個名牌棒 然後我跟她說 那我們一起回送啊 然後呢 我又有意無意地去問我媽說 欸有這幾個顏色的包包欸 我最近想買包 妳覺得那個顏色比較好看啊 我媽說 這好醜 可是妳不是說 這個包包很好看嗎 然後她說 喔那是之前啊 我媽每次都跟我說 她是不是在音樂 然後音樂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欸妳生日有沒有想要什麼 她說 妳給我錢比較實在 她就跳 OK 現在就開始想要時間 好那第一封信呢 是來自我們的國林 我有一個國小同學 我在生小六的那個暑假 離開了我們國小所屬的學區 到別的地方去念國中了 可是我會考上高中和大學 也是受到她的影響 如果她有看到影片 我想對她說 中亞期 謝謝妳 在我四月即將滿二十歲的生命中 佔了大部分的日子 也是為了感謝妳 在我們同班兩年的日子裡 給我那麼棒的回憶 還有甚至考上高中和大學 都是妳給我的服務 謝謝妳 她是來分享這個故事的 然後我覺得好棒棒 一種互相扶持 互相成長 那種感覺 我覺得要好好把握 然後也要好好珍惜 這份情感 然後不管怎樣就是祝福你們啦 唉唷 那接下來這個是來自叔叔的 是說請問一定要互相喜歡才可以交往嗎 因為有幾次不確定是否喜歡對方 所以就晚去或是斷掉 然後她就一直單身下去了 但明明她就是想交另外一半的 所以感情能不能在交往中才可以樣出來 這裡有可能 但是你如果真的不確定喜不喜歡對方 你就不會跟人家在一起 最後不適合你可能也是傷害她 不然就是分手 我覺得你一直單身下去 我覺得中間真的很好 或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多交幾段的話 你應該也是想要體會那種你愛的人 她也愛你那種感覺 你們才有辦法是平等的 然後在這段的感情中 會讓她一起不相扶持 而且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她 有可能到中間 她對你的關係可能比較親密的時候 你會感到反感 所以就是加油 總會有一個Mr.Rub 我的經驗是 會有一種 魅忠忠忍的感覺 就是真的會在一起 不是會在一起 每一個階段會做不一樣的事情 可能你的愛情不是在這個階段 你必須完成的 有可能過幾年她就會出現了 都不一定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的來信 那希望大家之後可以永遠參加 我母親節快樂 今天的母親節特集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祝全天下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可以按小鈴鐺 訂閱的話 可以去訂閱追蹤的頻道 喜歡香菜的話可以去訂閱畫香菜 好 那我們接著去看下一個節目影片 掰掰 大家 Eduardo 如果是穩華 可以按讚 也可以按讚